新開放 各位好 這裡是中國《太平保險鳳凰》 全區聯繫 五張書 中美洲國家 黃都拉斯總統卡斯特羅 9號至14號帥團訪華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今天與卡斯特羅 进行了历史性会晤 两国关系开启全新篇章 会晤期间双方确认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国建交的 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 同方表达了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的意愿 而双方还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涉及经贸 农业 投资等领域 双方还就商谈自由贸易协定 达成共识 从三月建交到六月大使馆接牌 再到元首来访 习近平表示 双边关系起步快速 开局良好 未来前景广阔 好 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 北京现场有凤凰卫视主 北京记者尼小文 带来中红元首会晤的最新消息 澳门现场请到的是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 主任江石学 上海现场有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徐明奇也一起聊聊 从经贸到脱贫 与中国建交将如何改写 宏都拉斯的发展命运 一中原则是大势所需 未来中美中国家 如何做出正确选择 首先来看魏晓璇的这座报道 12号下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自今年3月两国建交后 中红关系再创立成碑 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 习近平强调中红建交 功在当今 力在长远 他表示自建交以来 两国关系快速起步 开局良好 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 中方愿同红方一道 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把两国合作的美好愿景 变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方将坚定不移发展 中红友好关系 坚定支持 红德拉斯经济社会的发展 愿同红德拉斯 做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好朋友 好伙伴 在两国元首的 共同见证下 双方官员还签署了一系列 合作备忘录及框架协议 卡斯特罗自9号 开启首次访华行程 曾多次强调 此行是带着 红德拉斯人民的期待而来 他第一站抵达上海 访问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及华为上海研究中心 在与新开发银行行长 巴西前总统罗塞夫会面时 卡斯特罗再次表达了 希望向世界开放国门 获得发展机遇与合作伙伴 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心声 随后 红总统办公室便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透露 卡斯特罗已正式提出 红德拉斯加入新开发银行的申请 交友行动迅速展开 红总统此次首访 率领庞大的政府 及经贸代表团同行 逐渐其重视 中国贸作会与红德拉斯经济发展部 11号下午举办了首届 中红高级别企业家交流会 100多名两国政府 企业家代表同场交流 双方人员纷纷表示 中红贸易投资前景广阔 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红德拉斯经济发展部部长 塞拉托在接手采访时 频频谈及与中国的自贸协定谈判 他对协定内容的丰富性 充满期待 美国作为目前 红德拉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超过110亿美元 占据绝对优势 但多年来 红德拉斯的贸易逆差 持续增加 红方积极寻求 更多的出口机会 却迟迟没有进展 中红建交后 双方贸易投资往来迅速加强 今年前四个月 红德拉斯成为中国 进口来源国中 增幅前三的国家 同比增长206% 双边贸易额飞涨 被问及 如何平衡与中美两国的合作 红外长雷娜指 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并不代表与美国脱钩 但与台湾断交 与中国建交 则是红方坚定的政治选择 红德拉斯现任总统卡斯特罗 作为曾经的第一夫人 曾三度竞选总统 最终在2021年如愿当选 而在大选前 卡斯特罗就明确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推动红德拉斯 与中国建交 红德拉斯驻中国大使馆 也在11号上午 由中红两国外长共同接牌 从建交到双边开馆 仅历时77天 在开馆仪式上 红外长雷娜表示 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开启了红德拉斯 与世界关系的新时代 中红元首历史性会晤 如何剥划两国发展蓝图 双边经贸迈入快车道 未来合作聚焦哪些领域 第一夫人到第一总统 卡斯特罗有何政治魅力 元首引领中红关系 开启新时代 好 到底与中国建交 对红德拉斯来说 意味着什么 如何改写这个国家的命运 而对中国来说 与红德拉斯建交 对我们又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好 今天请出国防嘉宾和记者 为您做全盘分析 好 首先连线下注 北京记者倪小文 我们看到新品主席 今天已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欢迎红德拉斯总统 卡斯特罗访华 双方还举行一系列会晤 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都有哪些最新消息 好的 杨树 那今天下午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卡斯特罗 这也是中红建交以来 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 意义中大 习近平在会谈当中也形容 卡斯特罗总统这次的到来 也开启了中红关系 新的历史篇章 也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另外呢 我们也关注到中方是特别强调对于宏都拉斯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定支持 那习近平就说呢 中国愿同宏都拉斯做相互尊重平等互利 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要把两国合作的愿景转化为成果来汇集两国的民众 那么在会后呢 双方还举行了签字仪式 那双方的有关部门是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也涉及到双方的贸易投资 基建 能源 文化等等多个领域 也为两国未来的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那么除了这些文件之外呢 在前几天卡斯特罗访华的行程期间呢 宏都拉斯驻华使馆还举行了接牌仪式 那建管的工作步入了快车道 那另外呢 在卡斯特罗总统与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 罗塞夫的会谈当中呢 他也已经正式提出要加入新开行的申请 所以也可以预计在中宏两国建交之后 不仅是为两国之间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也将会促进中宏在国际机构 国际事务当中的协调与合作 杨淑 好 如何解读 马上在澳门现场请出的是 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石学 江主任我们看到 宏都拉斯从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 而且双方互设大使馆 接牌仪式到元首访华 又有一系列的成果 这一切发生的非常的快 您如何评价这种速度 以及这一次卡斯洛历史性访华的意义 确实是 这个我们跟宏都拉斯建交以后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开馆 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快 但也不是第一次 这个上一次我们跟着你加拉过建交 也是在很短的时间来 两国就互拍大使就开馆 这个我觉得充分说明我们 我们的双方有着 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 快速发展的这样一种 美好的强烈的愿望 所以说这个牵制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开馆 互拍大使 这样的话呢 双边关系的工作才能全面的展开 所以我可以想象 可以说马上我们双边合作的许多实施在在的行动 马上就要复主实施 好谢谢 马上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徐明奇先生 先生我们看到卡斯洛这次安排了长达五天的访华时间 到很多地方都深度走访 包括您所在的城市上海 他去了华为中心去参访 你觉得他亲自来中国 看了这么一大圈之后 对他个人 就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 对他个人会有怎样的冲击 因为毕竟宏多拉斯是拉美地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人均GDP远远低于拉美地区的水平 你怎么看他最终选择和中国建交背后的逻辑 以及和中国建交能如何改变宏多拉斯的名 那么毕竟宏多拉斯看中了中国能够给予 宏多拉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 和未来它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市场技术 以及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要素 在此之前宏多拉斯一直是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但是呢他的这个主要的考虑呢 就是每年台湾搞经营员外交给了他几千万美元 这对宏多拉斯这样穷过来说数量是不小 但是实际上经过仔细考量以后呢 他们觉得这个和中国建交 从中国能获得的这个市场发展的前景 以及未来投资和它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 这个生产要素比较起来那就微不足道了 所以说他毫不犹豫地就放弃了和台湾的关系 承认中国是唯一合法政府和我们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那么仅仅这个从今年的一到四月份 就已经看到这个成果是非凡 宏多拉斯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06% 是吧 一到四月份他的整个的和中国的这个贸易 已经这个超过了去年的这个贸易规模 中国现在已经对宏多拉斯进行了这个投资 三亿美元的这个电站水电站已经在这个在建设当中 那么宏多拉斯现在还面临着很多这个债务压力 他现在整个的这个债务负担达到158亿美元 其中50%以上是这个外债 那么现在面临着这个债务承重的负担 甚至可能会违约 他需要资金的这个援助 想从这个中国获得优惠的这个贷款 同时呢也试图加入金专银行 从金专银行获得更加优惠的贷款 好 就关于金专银行的这个部分 我们稍后再谈 我们先看经贸 就是这次签订了一系列涉及农业科技投资 经贸方面的协议 而且就像您说的 就是光前四个月 中红之间的这个经贸规模 就超过了过去一整年 可以说是刚刚建交 宏多拉斯就确实感受到了和中国建交 所带来利益和好处 那展望未来 双方是不是前景可期呢 我们继续连线的是 祝北京记者尼小文 小文 各方对于中国和宏多拉斯建交之后的 经贸发展前景有哪些预判 好的 杨树 那可以说中红建交 以及今天双方一系列这种合作协议的签署 是为两国未来的经贸合作 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那这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那第一呢 就是宏多拉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 那去年的中红双边贸易额是将近16亿美元 但是在此当中呢 宏多拉斯对华出口不到3000万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特别是宏多拉斯的优势农产品的对华出口 可以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 那就在今天啊 双方的经贸部门是签署了经贸合作谅解备忘录 那其中就包括了宏多拉斯的咖啡 白虾还有香蕉这三种产品的市场准入 那也有望很快会进入中国市场 那另外呢 据于宏多拉斯经贸官员此前透露 那后续呢 双方还将会就瓜类等更多种类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问题 来进行讨论 而在实践这种市场准入的基础之上 未来双方还将会开启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 也意味着双方都会有更多产品 能够以更低的关税来进入到对方的市场 那么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在中红建交之后呢 两国也是可以直接开展贸易 那么原先许多需要经过台湾来中转的产品 现在可以直接来进行贸易 也意味着两国可以以更少的成本和时间 来进行更高效率的贸易 那另一个方面的这个潜力呢 就是中国对红投资 那今天啊 双方也是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那么此前呢 中红还专门举办了企业家的交流会 那就是希望来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 辅当地投资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等等领域 而考虑到红杜拉斯在中美洲 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优势 那相信这样的投资 也将会为区域的互联互通 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那最后我们从贸易额来看啊 在今年3月26号 两国建交之后呢 双方的贸易额是已经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 在4月份也就是建交之后的这一个月 双边贸易额是已经上升到了2亿美元左右 这是比去年同期有上升了46%啊 那么其中进口更是增长了将近3.5倍 那么从前四个月整体来看 自红杜拉斯的进口呢 是排到了中国进口国中 增幅前三位的国家 整体增长了有207% 杨叔 好 谢谢 谢谢小文 江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红杜拉斯 应该是中美洲的咖啡大国 那这次呢在元首会务上 也确定了很多农产品 包括咖啡 白虾等等 未来可能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准入 这相信对红杜拉斯的农业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 所以你怎么看建交之后 可能对红杜拉斯的这种经贸结构啊 还有它的农业结构 还有未来的发展期遇 带来怎样的一个利好和机遇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指出 这个中国今后在投资和贸易 一定会有很多很大的动作 关于投资呢 我觉得可能不大可能进入 红杜拉斯的这个工业部门 因为红杜拉斯这个国家很小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搞工业化建设 搞大工业 你得需要有巨大的市场 否则这个工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没有办法体现 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在 红杜拉斯工业部门的投资 不大可能很多 另外一点呢 还有需要我们注意的 就红杜拉斯比较喜欢 保护生态环境 你说我们要到红杜拉斯去建一个钢铁产 水泥产 这个不大可能 不大现实 因为红杜拉斯的国家 它的市场容量很小 它对工业品的需求 主要是依赖进口 但是我们中国在红杜拉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那是大大的 这个这次卡斯特罗总统在上海期间 访问了华为这个研发总部 我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透露出一个信号 就是红杜拉斯希望 中国希望华为能够帮助他 能够提升 他在这个互联网领域的 一种技术的更新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有 这很有启发性的 另外一点我们需要指出的 就刚才原来的主持人已经说了 在贸易领域我们可以想象 那么我们恐怕还会延续这样一种模式 就中国像红杜拉斯出口 工业制成品 红杜拉斯像我们出口 出级产品 这种模式可以说 在绝大多数纳米国家 都是采用这样一种模式 那么有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就批评我们 说你们怎么老是出口工业产品 进口人家的出级产品 你这种出口贸易结构 进口贸易结构好像不好 但是我经常问 这个红杜拉斯的学者 那你们出口产品 你们能给我们中国出口什么呢 对吧 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 所以这一点我很显现 今后中国与红杜拉斯 程度很高 应该来说会有迅速的发展 但在投资领域呢 除了基础设施呢 其实这个有一些加工的 这个制成品的这个制造 它还是有空间的 比如说它生品加工 农产品加工 是吧 生加工 它也是也希望我们中国 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投资的 中国的这个 在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说也有这样的能力 那未来在这个领域里面的合作 还是会有很大的空间的 明白 另外还有一点想请教您 就是关于刚刚您提到的 就是他这次专门去了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位于上海的总部 希望申请加入这个银行 我们知道其实他是可以 向世界银行贷款的 但是呢 现在他积极寻求 向中国主导的这个新开发银行 这两者的区别有什么 对他们来说 新开发银行 对宏都拉斯带来的机遇是什么 我毫无疑问 他如果加入了这个新开发银行的话 我们新开发银行 对这个成员国的这个贷款 优惠程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对一个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落后的国家 绿色这个投资项目 这个利率非常低 而且呢 这个相应的附加条件是比较少的 而世界银行的这个贷款呢 他有比较高的这个就是说 项目的这个环评啊 项目的这个就是说 整个执行过程当中的这个透明度啊 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附加的一些条件啊 而像这个宏都拉斯这样的国家呢 他需要投资 但是呢 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呢 很多情况之下呢 他就是不能满足他这样的要求 他能够获得的资金呢 是比较有限的 嗯 所以听起来就是说 从不管是基础实施投资 还是双方的贸易 还是未来的贷款 与中国建交对宏都拉斯的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对 对 会给来会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嗯 好的好的 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 下一节回来韩谈 那除了经贸方面的利益来讲 对中国来说 与宏都拉斯建交有哪些战略意义 以及如何提升中国 在中美洲的影响力 一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继续就洪多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历史性访华 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历史性的会晤 来请专家进行进步的解读 来继续在澳门现场请到的是 上海大学的江石学教授 其实习主席在和他会晤的时候 也说到洪多拉斯和中国建交 就这种历史性的决断 其实卡斯特罗的丈夫 就是前总统塞拉亚 咸诚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 这卡斯罗和他的丈夫比起来 他的政治魅力和特点又在哪里 卡斯特罗总统应该说 他有今天跟他的丈夫 应该说还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他丈夫当年做总统的时候 2009年被政变推下台 半夜三更被一批发动政变的军人 从床山拉西来 古代那个毯子就被送到飞机上 那么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应该说在洪多拉斯的民众中的 看法还是分析很大的 有人是支持军人把塞拉亚总统赶下台 但是也有许多人是非常拥护支持塞拉亚总统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当年的第一夫人就卡斯特罗 今天的第一位女总统 应该说在政治上也是借光了她的丈夫 当然她个人的才能口才 特别是清明的那种作风 应该说还是深的选民喜欢的 而且她被看作是一个中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家 中主义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倾向于 为大多数的穷苦大众来着险 所以说她和洪多拉斯的个人威望 还是不错的 好 谢谢您的解读 徐明奇先生你怎么看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历史会 我应该说从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角度 元首都发挥了一个引领的作用 那怎么看就是中国和洪多拉斯建交 对中国来说 我们的这个战略意义和未来长远的这个利好在哪里 洪多拉斯这样的国家 原来这个在整个拉美 它这个属于相对来说 与中国的距离比较远 我说的这个距离就是这个外交距离 和这个政治距离都比较远 那么现在像连这样的国家 都加入到了和中国友好紧密合作的 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在这个拉美的影响力 在不断地扩大 中国这个与拉美国家的合作呢 进入了一个新的 就是说高潮时期 那么原来呢 拉美被看作是美国的后院 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 觉得在经济上要取得这个发展 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要和中国建立起更加紧密的 这个贸易投资的伙伴关系 那说明中国的这个 设计的这个现代化 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 而且呢 中国这个市场进一步的开放呢 也给他们这个切切实实的 看到了未来 这个能够取得经济增长的这个好处 这个所以说呢 我们用经济的利益呢 把拉美国家和我们一起 就是说拽在了一起 共同增长 共同这个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体现呢 在拉美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好 江先生一分半的时间啊 你觉得未来宏多拉斯在中美之间 会如何选择或者平衡呢 我觉得宏多拉斯应该说呢 已经你问的这个问题 应该说是 他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卡斯托鲁女士 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说过 如果我当选总统 我就要马上跟中华人民共同国建交 这个时候美国很紧张 美国国务院曾经派出一些高官 去给卡斯托鲁女士施加压力 在卡斯托鲁女士成功当选总统以后 美国国务院又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本人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我觉得完蛋了 这个卡斯托鲁总统 这个没有兑现他的承诺 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 三月份他终于说 要跟中华人民共同国建交 所以这个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点 一 美国他不会甘心情愿地 让中国在拉美扩大我们的存在 第二 拉美国家 尤其甚至包括 宏多拉斯这样的小国家 他也不会永远是 为美国麻省势战 是 所以大家心里会非常的清楚 到底谁建交会给宏多拉斯带来 实实在在的战略意义和长远利益 非常谢谢两位嘉宾和记者 就中红历史新的会晤 为我们做的深入解读 也请您收看全球连线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